大家好,我是小A,歡迎大家再收看小A的戰地1公測視頻 小A今天想回答我的一些訂閱者一直追問小A的一些問題 那麼這些問題是小A我該不該買戰地1 如果我買戰地我該不該預定戰地1 我買戰地應該買哪一個版本小A是不是入手了戰地1 小A是不是預定了 那麼我今天想做這個視頻主要是想給大家一些參考的提示 小A反問大家一些問題讓大家來做出自己的決定 但在說之前小A先想告訴大家小A與EA還有遊戲開發商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小A其實與任何遊戲開發商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小A說的一些話都是小A的一些真心話 小A這個視頻主要不是說戰地1好玩不好玩 因為好玩不好玩都是要靠玩家自己的習慣還有玩家平時的愛好 我今天主要想說就是玩家買遊戲之前一些考慮的因素還有就是花這麼多錢值不值 我想玩家買遊戲之前第一個考慮因素是價錢 可以說這幾年遊戲是越來越貴了 但是這價錢有時候不能代表這遊戲最終的質量 那麼在戰地4我們就看到了這個情況 許多玩家預定了戰地4後來遊戲剛出來的時候是一塌糊塗 有些人根本是沒辦法玩的遊戲毛病非常多 所以考慮到這一點玩家要問自己我值不值多花這些錢去預定 預定了一個質量可能沒辦法保證的產品 那麼就算玩家不預定到底該不該花這麼多錢買戰地1這個遊戲呢 那麼我現在想給大家看一下戰地1各種版本的一些價錢 不過大家要記住我現在給大家看的一些價錢都是包括有預定價的價錢 一般來說預定版要比遊戲上市之後的版本要貴大概10元 小黑現在給大家看的價格都是加幣就是加拿大的加幣 如果折換於美元的話大概要便宜10到15元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就算玩家預定戰地1普通版 它的價格也是非常昂貴的要80元加幣 那麼如果玩家要預定戰地1高級版還要100元加幣 如果玩家想預定戰地1豪華版幾乎要花170元加幣 那麼在加拿大物價上面還有13%的稅 就是說大家現在看到的價格在我這裡還是要乘以1.13 包括它的稅這才是它的最終價格也是玩家付出的最終價格 我不知道大家在的一些國家有沒有這種物價稅 加拿大是一個稅很高的國家 在這裡小A可以讓大家考慮是不是應該等這遊戲打折的時候再買 先買這個遊戲先玩三四個月對你來說這個價值大不大 是不是價格太貴了讓玩家卻步了 如果感覺價格太貴那索性就不要買 因為我相信80元加幣90元加幣100元加幣甚至170元加幣 在亞洲來說可以買許多東西 就算玩家認為這些價格是值得的 那麼小A現在給大家看這些價格到底給玩家帶來了什麼 首先如果玩家預定普通版的話 玩家可以得到地獄戰士的禮包 那麼這禮包到底有什麼東西呢 在官方網站上沒有給玩家很多解釋 那麼小A想像中 我猜他是給玩家一種獨特的狗牌 一種獨特的軍刀 還有可能是兩把不同的武器 有可能玩家得到這些武器是不需要解鎖的 或者玩家不需要以後付更多的錢去得到這些武器 還有預定普通版會給玩家 早一個星期玩12月份送給玩家的一張地圖 這張地圖叫巨人的影子 那麼如果玩家預定高級版它與普通版有什麼不同呢 那麼高級版有剛才小A說普通版有的一些產品還有待遇 高級版和可以讓玩家比其他玩家早玩三天 就比如說如果遊戲在10月21日正式全世界上市 那麼預定高級版的玩家就可以10月18日就可以玩了 就是比其他普通版預定普通版的玩家要早玩三天 就是如果玩家這三天有空的話 可以給玩家多點時間先解鎖一些好的武器 還有再次的裝備 但是如果這三天不是周末的話 我相信大多數我的訂閱者都在讀書或者在上班 其他高級版送給玩家的一些禮品 包括紅色公爵禮包 我也不知道這紅色公爵禮包裡面到底有什麼 我猜大概是戰鬥機的一些特殊的圖屋就是他的皮膚 高級版還送給玩家阿拉伯考古禮包 這個與剛才小A介紹的地獄戰士禮包 我相信是差不多會送給玩家一兩把新的武器 有可能有新的皮膚還有狗牌 有可能還會有圖屋 最後高級版還會給玩家五個戰鬥包 這戰鬥包裡面可能有經驗值成倍的獎勵 像戰地四我們看到的一些獎勵 還有三張不同的載具的皮膚就是圖屋 那麼最後小A可以介紹豪華版 豪華版有高級版還有普通版前面小A說的所有的 帶雨還有禮包 豪華版與吉他版唯一不同的地方 是他包括了高級會員的帶雨 就說以後這個遊戲出什麼擴展包DLC 玩家有了豪華版或者豪華會員這個帶雨 可以免費得到這些擴展包 當然小A還不知道這些擴展包到底是什麼地圖 會送給玩家什麼內容 所以這個豪華版這東西有點像買股票 不知道這股票將來會不會好 將來會不會跌 而且不像股票豪華版官方是不會像一些公司 按照法律要一定給炒股票的股民一定的關於公司的消息 比如說公司幾月份要賣掉擁有的什麼地產 這會對公司產生什麼影響 公司將進入什麼新的市場等等 那麼在預定遊戲這方面 特別是預定豪華版以後出來的擴展包DLC 玩家是沒辦法知道裡面到底什麼內容的 最多在一個月之前官方可能會出來預告片 但是預告片只是預告片 像電視連戲劇或者電影的預告片一樣 並不告訴玩家所有的一些內容 而且不像股票你買了豪華版 有了豪華會員 如果前面一兩個擴展包非常喜歡 但是後面三到四個擴展包不是非常滿意的話 你是沒辦法退的 就是錢是沒辦法退的 不像股票 如果我股票玩的不好 感覺這股票會跌我可以拋出去 那麼小A剛才說了那麼多可能有點囉嗦 小A現在想告訴大家小A的決定吧 小A是不會買戰地一 就是預定戰地一豪華版的 因為我感覺不值 就算小A非常滿意 將來EA送給玩家的一些擴展包 就是假設小A如果是先知知道 將來EA給玩家的戰地一擴展包是什麼 玩家買豪華版 在現在買豪華版還是多付了很多錢 一般來說 戰地遊戲普通版價格是69元9毛9加幣 加上豪華版大概是150元加幣 這當中不怕過稅 那麼在現在來說 如果玩家買了豪華版 預定了豪華版 就多付了官方15元 就是為了找玩遊戲三天 否則如果玩家不買豪華版 豪華版可以分開來買 就是先買遊戲 後來再買豪華會員的待遇 玩家可以省下來15元 小A認為多花這15元是不值得的 特別當這15元是加幣 對於人民幣來說還要乘以5.5倍 大概要85元人民幣 這錢我認為還是花在女友身上 帶他出去好好吃一頓 或者請他去看電影 不值得早玩三天 那麼如果玩家不預定豪華版 那麼玩家應該預定哪一個版本 或者甚至該不該預定 如果玩家決定要預定了 小A建議大家預定普通版本 高級版本的性質有點像 戰地一豪華版的性質差不多 因為考古禮包就是阿拉伯 考古禮包還有地獄戰士禮包 裡面到底送給玩家什麼東西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 紅色公爵到底送給玩家什麼東西 我們也不知道 預定已經是給這開發商很大的信心 先給錢再給貨的這種性質 至於這個貨品到最後好不好 購物的客戶是沒辦法知道的 如果這些購物的客戶要減少自己的損失的話 要麼就是等這個商品上市之後 就是遊戲出版之後 聽聽其他玩家買了之後有什麼體驗 或者預定最普通的版本 最低的版本 減少自己的損失 因為按照小A的經驗 以前戰地系列 像戰地3戰地4預定給玩家的武器 並不是遊戲裡最好的武器 最多可以讓玩家先得到一些 在某種情況是最好的武器 比如說限彈槍、狙擊武器 在小A的眼裡 遊戲的土屋、戰鬥包 多花10元錢買高級版是不值得的 像戰地4裡小A用的好的一些武器 都不是預定的武器 我知道官方要給玩家預定 到底在做什麼事 他就是想讓玩家想 如果我有這些武器 其他人沒有 那我在戰地上就有優勢 但是並不是這樣的 因為如果大家都買高級版 那你這個優勢就感覺不到了 而且玩家的技術都是不一樣的 有些玩家技術好用 一些不是非常牛逼的槍 這樣可以把一些用牛逼的槍 玩家打的地圖上到處轉 所以問自己這個問題 到底值不值花這麼多錢 就得到這些禮包還有一些待遇 除了價錢方面 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小A要提醒大家 小A一直說遊戲只是娱樂 不要把工作、學習、甚至女朋友 或者其他一些人生的責任給忘了 不要一下子腦子發熱 錢丟出去就很難拿回來了 而且世界上是沒有後悔要的 你這時間浪費了 時間花上去你是拿不回來的 那麼大家記住這幾點 小A還想說 戰地1是一個多人的網上遊戲 如果玩家在的地方網絡不好 一直掉包甚至一直非常卡 周邊沒有服務器 那麼這位玩家玩戰地1的體驗 與大多數玩家是不同的 我想不會是非常好的體驗 這一點大家要知道 如果你的區域網絡不是非常好 還是用這些錢去買一些單人的遊戲 不受網絡影響的遊戲 第二點就是戰地1這個遊戲 可能需要一些玩家要重新更新電腦 或者重新更新電腦的某個硬件 這也需要花錢的 一張顯卡是非常貴的 多買幾條內存條也是非常貴的 甚至重新裝一台電腦 更是非常貴的 玩家要問自己值不值 為了一個遊戲更新自己的電腦 以後是不是時間越來越少了 就是玩遊戲的時間 是不是越來越少了 這要考慮進去 因為一台電腦至少可以用三四年的 那麼相關我剛才說的一點 就是玩家業餘時間到底有多少 像小A業餘時間非常忙 所以有時候小A可以一周不玩一個遊戲 因為小A實在沒有空 因為小A人大了 我今年25了 我有這個自控能力 我也有收入可以承擔一些業餘的活動 但是如果我的一些訂閱者還未成年 還在用父母的錢 或者自己沒有獨立的收入 或者自己是比較貪玩 小A不是說貪玩是不好 因為工作狂也不是一件好事 就是如果玩家不能自控制自己業餘時間 到底花多少時間打遊戲 會不會上癮 那麼我建議大家還是不要買這個遊戲 因為不值得 大家年紀還輕 該做的事應該去做 不要把青春浪費在遊戲上面 那麼還有幾點玩家要考慮 就是官方特別是戰地系列的開發商 一般剛出版的遊戲問題是非常多的 要麼就是在地步平衡 要麼就是玩家有時候莫名其妙的會死 或者掉到地圖的底下去 或者卡在地圖的哪個角落 這些問題是非常惱火的 如果玩家不喜歡處理 或者不喜歡看到這些問題的話 我建議大家還是一年半之後再買 或者半年之後再買 等官方補丁修復了一些問題再買 否則如果玩家預定的話 剛進入遊戲一直死機 一直彈出來 一直服務器掉包 那麼玩家我相信是沒辦法正常的玩的 最後小A想說 戰地1的手感與戰地3戰地4的手感完全不一樣了 戰地1的武器與戰地4的武器是完全不一樣了 大家如果玩過了戰地1公測 要問自己是不是喜歡這種手感 是不是喜歡這種新的遊戲風格 而且喜歡戰地1這種新的畫效 畫效是非常漂亮 但是不一定所有玩家都喜歡 在此小A可以告訴大家 小A可以當大家的替罪羊 就是讓小A先預定 然後出版之後 小A會陸續做幾個視頻 一個月後大家再做出決定自己該不該買 因為這樣子以來 如果遊戲出來的時候不好 那麼損失是小A的 大家也不能忘 就算遊戲出來好 小A這台電腦是今年剛配的 而且配的一些硬件都是比較頂尖的 有些玩家一年兩年老的電腦 可能沒辦法玩到小A電腦這麼流暢 所以小A可以當大家的替罪羊 我可以預定一個版本 告訴大家預定到底值不值 預定的一些禮包到底送給玩家 什麼好處 還有給玩家到底什麼待遇 會不會坑玩家 那麼到最後 我相信大家想知道的問題 就是小A預定了沒有 小A預定哪個版本 那麼小A昨天剛剛預定 因為小A先想告訴大家 我可以當大家替罪羊 我已經預定了 那麼我預定了什麼版本呢 小A預定的是高級版本 因為小A考慮到有些玩家 猶豫不決不知道預定 普通版本還是高級版本 那麼小A可以告訴大家 遊戲出來之後 我的高級版本 到底拿到了什麼東西 到底值不值 小A會告訴大家的 好 那麼今天小A就說到這裡 我知道這個視頻已經做了非常長了 但是我想說的一些重點我都說到了 如果大家認為小A哪個重點沒有說到 歡迎大家在下面補充 小A一直歡迎大家 分享自己的看法的 我也非常抱歉 這個視頻來的那麼晚 小A這幾個月 這幾個星期非常忙 我對戰第一還沒有很大的打算 等遊戲出來之後 我再告訴大家打算 那麼今天小A就說到這裡 也感謝大家收看 也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我 那麼請大家保重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